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戴口罩这件事情告诉我们要规范自己尊重别人的重要性 当保护了别人其实也是保护了自己 在这过去的一年我们对于保护身体这件事情有一个新的体会 同时也对于这些保护我们的医疗人员对他们的工作有新的认识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特别要回顾在过去这一年当中 我们曾经发现到的一些令人佩服的医护人员的精神 特别是那些值得引领我们走向新的一年的态度 像是这第一位这位牙医师当他年轻的时候呢 他就出国念书于是在那里他有新的体会 他决定立志要成为把他的才学用在特别照顾一小撮人身上 因为这一小撮人有特别的困难 于是他成为身心障碍专门牙医 在过去几十年来他认真做这件事情 而这条路相当难走但他甘之如意 平日早晨牙医罗介山的门诊不在诊所 而在一些特别的病患家里 牙科的东西就很多 本来就是一整组的 现在可以选择性我要带哪些我可以挑哪些 他们是不是吃东西的时候 食物都会含在嘴巴里面 他们身心障碍常常有这种习惯 他们不太能够自己去好好照顾自己的口腔卫生 他们在照顾上理论上 不应该亚于一般正常的民众 他们多数有重度身心障碍又行动不便 要下床不容易更别说去医院 所以很多人会像钟明志一样 小病脱成大问题 牙周病严重到尽是困难 他们去不了医生自己来 罗介山带着同为牙医的妻子林怡君 到宅医疗一坐二十多年 每钢铁般的抑制真难办到 如果真的是没有电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用手动的 手动去慢慢去刮慢慢去清 它会有距离 再来就是设备的问题 因为我们要带很多的设备去 所以并不是每一位牙师 他们都能够准备这些设备 还好吗 快好了 早年科技不够先进 每次出门要扛二十多公斤的设备 除了诊疗工具之外 还要再带侦测心跳血氧的专业器材 他们是平躺的 尝到呼吸道会比较不顺 然后因为我们工作区域 又是在嘴巴 尝到嘴巴张开的时候 会导致他们呼吸更不顺畅 所以他们血氧可能有 血氧浓度有可能常常会降低 所以我们一定要非常小心 身心障碍的治疗风险 比一般患者大 一直以来很少有医师愿意做 其实罗介山本来也没想过 自己会走上这条路 学生时期 他是外人眼中标准胜利组 中山医学院毕业后 到美国攻读儿童牙医 才五年就顺利拿下硕博士学位 还有高薪的工作机会 没想到在一次课程参访中 他决定改写自己的人生 他们有专属的身心障碍的 牙科的医院 所以这个对我来说 冲击是很大的 他们照顾他 他们不会把他当成说 你是低等国民 专科医院的规模和周全服务 令罗介山大开眼界 有了很多想法 于是民国87年 自己开诊所 尝试替身心障碍者看牙 累积能说服人的实物经验 干不干净 很干净 很干净 这很不干净 干不干净 很干净的规矩人 很不干净 柯又伟看 自己看 你看这些都没有刷干净 你看 现在能和他对话的柯又伟 患有自闭症 当年根本无法乖乖躺着 我们家那个小胖 也是有经过两次全马 两次全马 然后要四五个大人 才抓得住他 因为他们的力气都是 肾上线上升的时候 都不是你可以想象的那种大 不要再讲不好的话了 亂讲话不可以 诊疗不轻松又有危险性 开始有同业同学质疑 这么做好吗 他们觉得我好像很傻 因为其实 因为我到美国去念说 我已经浪费了五年 不能讲浪费 我们活花了五年的时间 像我们一般 我们同一届出来的同学 他们已经都开业 都已经 都已经 算 都已经蛮成功了 很多人他认为说 我应该是要加紧缴护 弥补五年的损失 没有赚还倒贴 那时候的罗介山只觉得 是你们不懂我 大家一般来说 听到身心障碍就觉得 这是很恐怖的 很高难度的 所以他们如果都没有接触的话 他们会害怕 年轻气盛 所以也没有想那么多 而且我觉得 这个事情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可以做 你那时候对自己那么有信心 因为那时候台湾真的也 没有人在做这些事情 他相信国外所学和专业的麻醉技术 绝对能让认知沟通能力差的病患 接受治疗 但真开始面对身心障碍者 才发现不那么容易 没有医疗团队的合作 他和妻子得学习处理各种突发状况 这种混乱跟混淆 对这种身心障碍 认知又不是很好的时候 他们会极度的恐惧 极度的惊 害怕 所以在恢复过程 他们就是完全的失控 怎么办 那一次是采取了束带约制 才解除危机 后来他检讨 是不是该先和家属沟通 了解个案状态 再选择诊疗方式 好啊 吸起来 牙科是侵入治疗 为了双方安全 麻醉或约束不能避免 这点家属理解 但要病患接受 狠磨时间 就是约束完了之后 他很生气 他很生气 我为什么要绑他 回来K我一圈 OK 我知道你以后会K我一圈 那以后做完了之后 我们就离你远一点就好了 谢谢 所以得再学习 后续如何安抚相处 就这样 他边观察 边找解方 这样的人这次隔比较久 来疫情的关系 他就比较怕出来 我们有些病人 他们对听觉是很敏感的 如果我们看久了 我们就知道 我们东西一定要轻轻地放 第一次来我不知道 但是他被我吓过一次 他有反应 我就知道 我下一次什么事情不能做 所以这个是他教我的 呼吸不舒服 不会是那个引起的 试着将心比心 站在障碍者的立场思考 像是渐容 这类肌肉萎缩的患者 多数需仰赖呼吸器 移动困难 诊所配置 就该为他们改变一下 等一下 一下子 这样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 起来到X光室去 所以我们都是用活动室的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带着 可以直接照X光片 当初我们在弄这个房子的时候 氧气就整个都埋在里面去 一般疗海诊所 没有人在弄这些氧气 放轻松喔 一下子喔 再一下快好了 加油加油加油喔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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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这样很棒 夫妻俩慢慢上手 越做越有使命感 他们还积极参与国外交流 学习和不同障碍别孩子 沟通的专业方式 看我刷牙怎么刷 先刷哪里 有时要温柔 必要时也得板起脸 这是故意的 因为自病症患者 你给的口令要很直立 就是很直接 就是短的指令 坐下就是坐下 而不是今天拜托你 坐下好不好啊 他抓不到重点 你坐下就是坐下 闭嘴就是闭嘴 嘴巴开就是嘴巴开 下面的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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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你又好去刷右边了 里面 里面 等一下你不要动 停 停 拿出来 还要一次次不厌其烦 重复解说 又委是这么被练出 刷牙能力的 他不再是当年 那个需要全身麻醉 才能看诊的孩子 很多人来看说 我看你身心障碍也很简单嘛 每个都那么乖 但是大家没有想到 我们这是十年 二十年的功夫 我们跟他耗了十年 二十年 丢了这头 杯子拿着 回去坐 这样的坚持 你说身心障碍孩子都不懂吗 今天这次里面有个叫做阿刚 他都叫他阿刚 妈妈也猜了很久 我说很多意思吗 他说 去给阿刚看 又委口中的阿刚 是卡通里正义的角色 看似无心的喃喃自语 说的其实是最直接单纯的感受 他把所有的温柔都给他的病患 牙医师的生活其实是蛮枯燥乏味 我们常常都说我们的世界就是在病人的这个嘴巴 就是这么小 所以夫妻俩想多做一点 整理出无法就医的个案 他们主动上门看诊 你好 你好 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在做了 只是那时候法令上面也没有允许我们能够这样做 所以坦白讲我们就是当作一诊 那时候多数人不相信医师愿意倒腐服务 还以为他们是诈骗集团或技术不好呢 后来才渐渐理解他们的用心 像车祸重残的玉轩离不开呼吸器 如果没有到达医疗 他可能因为口腔细菌感染无法就医 继续销售 危及生命 就有点不舒服 水我会帮你吸掉 不要紧张 放轻松 他前面这个门牙这个是断的 这个应该是那个时候车祸断的 只是有需求的病患 光中部地区就有上百人 这些年罗介山开始有点压力 我就跟他讲说 你们要祈祷我身体好一点 活久一点 他们说不会啦 不会啦 不会啦 所以你会忧心没有继续 接续做的人 很怕耶 忍耐一下下 所以他到处议诊 演讲 分享经验 还参与后来卫福部的 道展医疗计划获得医疗奉献 希望能鼓舞更多医师加入 大概我们癌医师人数 大概十分之一加入这个计划 然后实际上有在从事的 大概有只剩下不到十分之一 所以你算算看 台湾牙医师这么多 那只剩下不到百分之一的牙医师 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即使如此 还是要继续推广 因为要让医疗更友善 一个人的力量不够 如果当然在年轻的时候 我会觉得我很厉害 我博士 副教授 我什么很厉害 我不能是他们的救星 我只是觉得说我只是其中一个 能够帮助他们的人 罗介山笑说其实病患也医治了他 让他沟通能力更好 心更谦逊柔软 这天他因为玉萱感动好久 说话困难的孩子 竟拿手机打了一段话送给他 谢谢了 他写是 能够居家招呼看牙齿 我觉得现在的福利很方便 很谢谢医师 护理师们的帮助 谢谢 辛劳和困难在这一刻都不算什么 对他和妻子来说 看牙是职业 更是职业 是最温暖的使命 可能就做到有一天 发觉隔天早上早 或者早上在床上突然爬不起来 搞不好就到那天才会停 不然只要还能够爬得起来 就好好地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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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Jason 订阅 转发 Jason 订阅 婉 订阅 订阅 转发 Jason 订阅